南韩人气女团爱豆成员舒华 拥有高冷外貌以及独特舞台魅力 每次发新专辑都能成功攻占海内外各大台行榜 其中成员们与舞台帅气面貌不同 私下舒华却是直来直往的反插萌性格 受到广大粉丝支持 并且毛内舒华更是以朝强综艺口才收到许多综艺邀约 不仅是综艺节目workman的常客 手上代言还包括韩戏彩妆品牌colorgram 韩高丽深老字号品牌正观装的代言 个人事业忘到不行 还常常登上本土综艺节目 让粉丝都超开心 近年积极回到家乡活动的他 不止综艺就连本土时尚品牌也被舒华接收 继Robin May后 23日正式宣布成为人气时尚女鞋品牌 低价AF的全新品牌代言人 消息一公开 粉丝纷纷涌入留言欢呼非常适合 低价AF宣布爱度舒华成为品牌代言人 品牌方指出爱度作为新时代女团代表 每首歌曲都彰显强大的女力 鼓励女性自信自主 低价AF释出的首播形象象 舒华不止穿上水钻坠式的 敌兄丹宁马甲洋装 展现招牌性感风格 更透过蝴蝶结与粉色品口上衣等单品 愿意持续热烧的芭蕾时尚balletcore风格 春夏系列新款美鞋 舒华最爱银色蝴蝶结交叉带 玛丽真运动鞋 柔和芭蕾元素与休闲特色 展现帅气不失甜美的魅力 舒华赞 身边有很多朋友买过低价AF鞋 所以之前对于低价AF就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自己一穿也超喜欢 自己也大呼一穿爱上的EPICK鞋款 蝴蝶结交叉带玛丽真运动鞋 也抢先寒妞 已经在官网买得到了 完美融合甜美与休闲的升级版玛丽真 诠释出大式甜酷风格 另外二双厚敌玛丽真鞋也超欠满 流畅的方楦头设计 夹脚踝季带自带修饰效果 而交叉带厚敌玛丽真鞋 则是帅度爆表 在广告照中 只见辣抬妹舒华 穿着丹宁低胸洋装 搭配白袜与交叉带厚敌玛丽真鞋 游走于辣妹与甜甜学院风格之间 调和出恰到好处的辣度 另一款厚敌水苔玛丽真鞋 则以粗根设计拉长腿部线条 更是好看好走的春夏必备款 而此次邀请舒华担任品牌代言人 地价AF创办人Jerry表示 舒华在舞台上展现华丽哭辣的样貌 私下则展现清新甜美又帅性的个性 让许多粉丝深陷舒华的多重魅力 而舒华也是一位积极正向的女孩 引领大家勇于展现自信 我相信许多女性透过舒华的展现 也能从现在开始释放最自信亮眼的一面 先前地价AF释出剪影等暗示贴文时 就已经有许多台湾网友猜到 是舒华担任最新的代言人 此次代言消息正式公开 粉丝开心涌入品牌方的账号留言 超适合她 骨灰级粉丝真的会冲着舒华买 舒华要统治本土品牌了吗 另一方面 地价AF先前曾邀请南韩女星宋志雅代言 此次由她接手 让不少网友都替舒华感到开心 不过在广告释出后 许多粉丝还是一如既往的 在平台下留言 也得到了舒华体的报效回复 当粉丝卸下 可以卖一百万双吗 舒华让她自信点 把麻兹给去掉 而有人来帮枪搭话 说一百万肯定没问题时 舒华又安排上了 让她全部负责 还有人说 借了这个代言 舒华真诚写心了 果然搞笑女的人设 没那么好摘下 而极致的反差 也是舒华能在综艺 以及粉丝中人气高涨的原因 即便是背对也是一种开心 你见过哪个爱豆 会晒这样的自拍照 叶舒华她会 这届从来没把我们当过外人 仗着自己好看 无所谓光线和角度 你只角度的美貌确认 看小说看哭了 也要发张自拍分享给大家 依旧是死亡角度的对脸突袭 这张自拍有多素 当成表情包去豆瓣投稿 被人当作是楼主自拍 于是这张戏剧性满满的自拍 活成了表情包 偶像包袱是什么 都是装的 真伪人从来只会直面黑历史 好好一个门面 靠自拍和一张嘴 活成了搞笑女 叶舒华 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夸起自己来 根本不留后路 看完简直拳头都要硬了 不过刚想骂骂咧咧的退出视频 结果来了个大反转 她要大家看清现实 果然这才是真正的舒华 前面那个矫情做作的是什么鬼 拒绝一切油腻和脚趾抓地 从叶舒华开始 虽然平时对天对地 只言直语 看上去不太聪明 但秀婷真的活得很清醒 当粉丝说自己分手了 想让叶舒华安徽她一下的时候 她说出了和杨丽类似的话 意思差不多就是 姐妹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她在鼓掌庆祝 甚至还要放鞭炮 世界上更好的人多的是 不要那么傻 不要煽情 不要一起哭 分手了就向前看 单身多好 不得不说 这几个月来 恋爱恼女爱豆 真的请全部向秀婷看齐 她搞笑的性格 让不少粉丝都抢着来给舒华留言 甚至熬夜像段子 来让舒华翻牌 真的是因为 她的评论区 也给许多人带来了欢乐 粉丝 舒华的皮肤光滑到反光诶 叶舒华 原图也很反光 粉丝 在我眼里你特别好看 从眼睫毛到头皮屑 都好看的那种好看 叶舒华 你的毛孔也很精致 粉丝 什么时候回国演戏 叶舒华 等你当导演 在口罩频发的阶段 叶舒华把防疫精神 也是客烟吸沸 一听见经纪人咳嗽 便满脸惊恐 大声喊着 要口罩 只要口罩戴得够快 病毒就赶不上我 并且在韩国大环境 抵制防控时 她说戴口罩就这么难 非要我手把手教你 不像其他爱豆一样 维持人设 想说就说 想做就做 叶舒华真实的性格 真的蛮犬粉 面对粉丝的这些彩虹屁 她一句话毁灭所有幻想 评论区直接开凹心灵鸡汤 粉丝说 我爸说 再敢往恋 就打断我的腿 幸好不是胳膊 这样我还能继续 和你打字聊天 就算连胳膊 也打断了我的心里 也会有你位置 结果舒华 冷冰冰的一句 放心 你不会被打断的 这个关注点不应该是我心里你位置吗 高端的回评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表达 叶舒华每次的回复都很有梗 就有粉丝好奇 他会不会每次都是绞尽脑汁和大家分享 评论到 叶舒华为什么再现了十分钟 是在想问案还是图 叶舒华怼了回去 自有自己的步调 我想干嘛就干嘛 始终做自己 皆有自己的步调 这不知道是不是舒华勇敢人生的真谛 别的成员专心致志的玩游戏时 秀婷专心致志的吃 舞台上秀婷公主美美转圈碰倒了设备 一声果骂脱口而出 反正韩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个现在可就不一定了 爱豆的意义搞大上一点 说是给大众传递努力 善良等正能量 而在舒华身上我们全部能看见 并且除了搞笑 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其实也很感人 此前有一名网友列出 以杯子要做的试清单 然而舒华回复的19个字 让粉丝们都直呼乱心 当时是舒华在微博分享一系列 黑发麻味美照 一身绕紧黑白洋装 衬托出他的雪白肌肤 清纯气质的打扮更是初恋感满点 不少粉丝抢着写下创意留言 像是有人将露背装披成长袖 顶嘱注意保暖 让他幽默反呛 是不是太闲 还有人问他要跟我来一场校园敬恋吗 结果被毫不留情泼冷水 不要我适合单身 也有人好奇他喜欢侧脸还是争脸 他则自信表示整张脸 另外还有一则留言引起舒华注意 一名粉丝在一辈子要做的事中 卸下爱舒华 相信舒华 保护舒华 没想到舒华这次不搞笑 反而强调把我的名字改成你自己 才是你一辈子要做的 超暖心的回复 让网友直呼一直强调要爱自己的舒华 这才是真的偶像 告诉你嫌爱自己 这才是真的偶像 这才是真的偶像